你敢相信吗 在《梁山好汉》中 宋江的仇人竟有一大堆 这些人有的是心中不服 不惜当面顶撞宋江 有的则对宋江恨之入骨 最后不愿再为其卖命 而心中恨意最大的那位 至死都不会原谅宋江 那么 这些好汉 究竟都是谁 他们和宋江之间 又产生了什么恩怨呢 这里是风云争霸 本期视频 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梁山108将中 最痛恨宋江的八个人 一 行者武松 武松是一个有血有肉的英雄 他和宋江最大的矛盾 就在于梁山昭安一世 不过 在一开始 武松并没有看清宋江的面目 甚至还一度把宋江当成自己的亲生大哥 但到后来 梁山巨异 武松对宋江的看法便改变了 这主要是因为 宋江为了作文作大 背后里使用了很多不光彩的手段 把不少人都害得家破人亡 武松性格耿直 做事光明磊落 最看不惯的就是使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 后来 后来当武松发现宋江是个招安派后 便彻底失望了 于是在菊花会上 武松大拍桌子 第一个跳出来反对宋江 发现了心中压抑已久的愤怒 在梁山巨征讨方蜡之后 失去一臂的武松变得更加心灰意了 任凭宋江怎么劝说 他也不愿回京领赏 最终宋江喝下毒酒 武松也没有从六合四出来 为宋江报仇 2.朱瞳 朱瞳原是运城县衙里面的马兵都头 小生活过得很是滋润 不料这一切都随着遇到宋江化为了乌有 朱瞳重情重义 喜欢继维福困 朝盖和宋江遭难时 他冒着失去性命的风险 将他们二人放走 之后 他又花费重金 通过上下打点 使得宋江的案子被暂时压下 怎奈后世事情暴露 朱瞳因此受到了牵连 结果被赐陪苍州 仅凭这下来看 朱瞳对宋江可谓是恩仲如山 然而宋江不仅没有知恩图报 反倒还差点害了朱瞳的性命 宋江坐上梁山第一把交易后 为了让朱瞳上山 竟然指使李逵去伤害四岁的小牙内 而这小牙内乃是苍州知府的孩子 朱瞳被发配苍州后 受到了苍州知府的赏识 其职责就是保护小牙内 宋江运用这种手段 显然是要献朱瞳于不义 让苍州知府去治朱瞳的失职之罪 朱瞳迫不得已 最终只能落草为口 但此事却成了他心中难以逾越的鸿沟 也触犯了他做人的道德底线 大哥宋江被毒害后 朱瞳纹丝不动 可见心里面也十分记恨宋江 原本是护家庄的大小姐 她不仅身得貌美如花 还兼有一身的高强武艺 但这样五帽双全的女人 命运却十分的悲惨 她本应该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天地 可在宋江把矛头指向朱家庄时 这一切都化为了乌有 宋江先是派出林冲将护三娘擒拿 而后又纵容李逵 投入了她的全家 面对家仇大恨 护三娘还没有来得及消化 宋江就威逼着她 嫁给了矮丑丑王英 活脱脱的白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 综合来看 宋江不仅剥夺了护三娘的人生幸福 也毁灭了她的美满家庭 而这种仇恨不是说化解就能化解的 四 铺天雕李英 李英原本是李家庄之主 和朱家庄 护家庄 呈三足鼎立之事 她本和宋江无怨无恨 而自己出于义气 曾经还三次帮助过梁山 但怎奈宋江是最不讲义气的老大 梁山君三打住家庄时 宋江看到李家庄的钱财心痒痒 于是便诬告李英勾结梁山 结果李英被官府捉拿至罪 而李家庄也被烧为了平地 没想到就在这一时 宋江又出来装好人 先是派人前去解救 而后又把李英的家眷都弄到梁山 一点都不给李英留后路 李英看木已成舟 只好带着万贯家财投靠梁山 而自己的妻儿老少 也跟着做了梁山草扣 梁山招安后 李英随着宋江南征北战 立下了不少战功 其实这都是被宋江所逼 另一方面 他也是在为自己找后路 江南平定后 李英如愿以偿 得到了朝廷不少的奉赏 不过 他只做了半年官 就辞官隐退 最后拿着朝廷奉赏的钱 回家经商 而在得知宋江被朝廷毒害之后 李英连一个面都没有路 可见他对宋江的成见有多么深 五金枪手徐宁 徐宁原是朝廷中的金枪般教头 事业有望前途光明 最幸福的是 他还有一个美满的家庭 像这种成功人士 肯定不会上梁山 谁要胆敢破坏自己的美满生活 说不定还会跟他拼命 但只要是宋江看上的人 就别想逃离梁山的魔爪 这是一个能把不可能 变成可能的老大 直到硬的不行 就来软的 当了解徐宁有个软肋后 宋江就开始朝这里猛攻 他先是派石谦 去盗徐宁的传家之宝 而是又设计掳走徐宁的家眷 可怜的徐宁 直接失去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 眼看自己没有第二种选择 只好留在了梁山 然而一旦进了贼窝 就要一条路走到黑 徐宁上梁山的第一件事 就是去引兵对抗 同位朝廷将领的忽颜卓 梁山军在征讨方那时 徐宁不幸身亡 而徐宁在弥留之际 肯定非常痛恨宋江 6. 火炎落 阮小七 阮家兄弟对宋江的恨 是恨到骨子里的那种 原本他们是朝盖朝天王的嫡系 为朝盖马首是瞻 不料宋江上山后 通过个人魅力和江湖手段 架空了朝盖手中的权力 阮氏三雄看在眼里恨在心里 他们也想帮助朝盖 可奈何身边无人 后来朝盖被史文公的毒箭所害 宋江如愿以偿 终于做上了梁山第一把交椅 阮氏三雄看大势已去 只好选择逆来顺受 归从宋江 但他们从来就没有真正 服气过这位老大 因为他们心里一直怀疑宋江 和朝盖离世有关 所以在众人劝宋江登上梁山之主位时 他们三人只站在一边默默不语 宋江产生招案的想法后 阮氏三雄的心里更加愤怒 在他们看来 这完全违背了朝盖的遗愿 这是要把梁山引上一条不归之路 梁山君征讨方拉时 阮氏三雄除了阮小七以外 都占亡了 阮小七的心理更是加深了对宋江的恨 于是他上演了一出龙袍戏主的闹剧 但没想到的是 阮小七在被朝廷治罪时 宋江连一句为他求情的话都没有说 七的阮小七最后直接离开了宋江 七传伙儿张恒 张恒原本是巡洋江上的一霸 一次偶然机会 他结识了宋江 后来他和弟弟张顺 随同着宋江一起投奔到了梁山 梁山大居一时 张恒被排在了第28 从一个打架结识的渔霸 变成了水军头领 从这一点来看 宋江对张恒是有帮助的 两人之间也确实没有什么隔阂 所以即使宋江提出招安 张恒也没有什么不同的想法 在他看来 能混口饭吃就不错了 而张恒对宋江的恨 源于他的弟弟张顺 这还要从征讨方蜡说起 梁山君出征之后 宋江认为自己能够凭借三寸不烂之蛇 让方蜡不战而退 可结果却事与愿违 不但没有说服方蜡 自己还被方蜡泼了不少冷水 杭州之战时 宋江依然抱有幻想 于是便让张顺去送信 不料张顺扒到城门一半时 被守军发现并误以为是偷袭 直接除掉了张顺 可以说宋江完全就是让张顺 去白白送死的 对于这一举动 张恒不可能不痛恨宋江 8.豹子头林冲 林冲算得上 是梁山中最恨宋江的人 要知道无论是在宋江当上梁山老大之前 还是之后 林冲都付出了不少的心血和努力 从秦拿护三娘到力战大刀官胜 再到三败高求 两营同贯等等 林冲可谓是为梁山立下了汉马功劳 但宋江却对他采取怀柔政策 一边不断打压 一边又施加小恩小惠 攻打史文公时 宋江竟然直接绕过林冲 请卢俊逸上山 而在排梁山五虎将士 居然又把他这个元老级人物 排到了降降官胜后面 其实这些林冲都能忍 最让他无法容忍的是 宋江要坚持招安 高求被活捉到梁山后 还全方位保护高求的安全 这完全就是在挑战林冲的底线 大家都知道 林冲就是被高求害得家破人亡 妻离子散 林冲眼看仇人在面前 却不能手刃 对宋江肯定是恨意逃天 不知道大家对这八个人 有什么样的评价 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哦